草存鎮避风里自行车道是附近居民运动休闲的好居住 但现今路面两旁早早重申 甚至比成年人还高 行业员简锦贤与立法委员马文君服务处接获里长成情后 立即前往实地会堪 来到这个地方是来和我们组合不到立民一直反映 这些草长从人当中 再招先坐 这些委员真的困难在这里 来拜托马女委那边来帮我们帮忙 跟我们建议議員来关心 这条我当法律经委来整理 是给立民来这些运动 是更放心 实际说这些日子天高 招也很高 立民一直反映 我就想说是来跟马女委这边来说 跟我们建议議員 非常关心来给我们整理 非常感谢 杂草重申的环境 正是蛇类最容易聚集的棋息之地 嫌疑员简锦贤 希望相关单位能够紧速改善现况 维护来往民众的安危 我们佩凤丽自行车到这里 可以说看到真的杂草重申 尤其两个民众都是杂草非常多 特别透过马文津马立委来存情 尤其本地的林英国理政委 他也非常关心 我们自行车的 车到的安全和美观 所以说特别 拜托 我們馬立委來探測 我們很希望我們包括管副公司 都一樣 要為我們運動的人 繼續透過立法委員馬文君服務處 與縣議員檢景前會寒過後 相關單位能夠重視在此 運動休閒民眾的安危 讓環境更加整潔外 也讓民眾多了一份安全感 接著李永勝草政採訪報導